不断游移在理性和感性间 仰赖个人的直觉 挪用艺术创作的养分 光年从何而起 又会止于何处 不饶不知道 也无法预知 它像一处穿越过身体的光 直向苍穹 将生命中所经历的 感受的 渴望的 统统带进无限的飘渺与虚空 朝着光的直引走去 感受到一种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文化 地域 身份 国界的最单纯存在 不饶对生命的探索 与对艺术的追求 缭绕在光年一展中 如光年 透过抽象性的指涉和隐喻 来传达生命信念 和精神价值的所在 而离璇 则以现实的概念切入 转化艺术家 对生命的经验感知 离璇将室内与户外景象 纯神平行与蝶融后的 测位效果 重组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 更有如电影翻镜般的 流转出一种时间性的布局 将生活细索和人文机理 优雅地融入大地的怀抱 画面左侧仿佛魔法师般的人物 其脸孔流出的气息与动能 一方面映射着主角身旁 象征死亡的骷髅 一方面则像巫术般 转动起画面里 生生不息的运行 希望能够传达富饶 充满神秘与浪漫的绘画语言 十方新闻记者 莱伊荣台北采访报道